最近几天 关于中美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贸易战这个话题 相当的受到对话 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本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中共进行的一种制裁 它的本质并不是贸易战 虽然它是以贸易战的面目出现 我们都知道它的前提是什么 它的前提是全球化进行了二十多年 现在有着这么一股的去全球化的思潮 在西方国家开始兴盛起来 因为工业制造 在制造过程中 西方主要国家 从八十年代开始 逐渐剥离了有污染的一些企业 或者说有不可预测的风险的这种企业 最早的可能六十年代就开始往不发达国家转移 那么这个进程进行了很多年 我们也知道奠定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物流 从五十年代美军引入集装箱作为运输标准件以后 全球性的物流被大大的加速 那么它是一个全球经济化的这么一个基础 现在呢 从2013年开始 德国提出来了一个智慧工业 就是所谓的工业4.0 那么跟着我们看到2015年 中国提出了自己的 中国制造2025的这么一个标准 其实我们知道 德国提出来的这个 工业4.0 它被简称为CPS 它主要是以人工智能介入到工业生产 包括后续的一些产品体验 后续的维护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什么呢 人工智能 智慧制造 物联网 那么它有一个前提 它目前只是一个概念 它有一个前提 当带宽 与互联网的 接触技术 流量 都达到相对 比较低的一个成本 它才能做到 利用计算机 来代替人 它要完成一些 人工密集 或者说人力不可及的 这么一些制造方向 它是一个概念 提出这个概念 并推行它 把它实施到 生产加工工艺中去 这个过程 现在看起来还很漫长 但是作为美国呢 它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制造业回流 它要重新引导 美国自身的工业强势 所以这次对中共的所谓的这种贸易战 它是势在必行的 无非就是川普这个总统 他说话比较直 他在竞选中提出的一些承诺 他逐渐的把它履行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的 所谓的500亿600亿的关税 据说有一个小目标 是多少呢 是1000亿 围绕着这个增加关税 贸易战 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 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有一些高喊着口号 要求内地的民众响应起来 有一些比较理智 仔细地分析了 阐述了美国为首的这股势力 他在狙击 中国制造2020 2030 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提出的条件 对中国的老百姓 是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整个世界 实际上 是有两大阵营 在对抗的 虽然这种对抗 是不对称的 但是很多政客 他必须要把它抬到一个对等的位置 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 就是所谓的民族国家 来尽可能迅速地消灭中共这个专制制 其实呢 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它不会是一蹴而就的 价值观中间的分歧 在经济活动中 我们能看得到 但是 它并不是最重要的 整个世界 它始终有一个分工配合 即便全球化的趋势 在衰减 去全球化的这个思潮 在涌动 但是它还要有一个过程 不要那么急于去下结论 我们甚至看到了昨天 上海搞了一个 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的 石油期货交易市场 许多人呢 盲目地兴奋了起来 其实我们知道 从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 美元 由沙特引导下 与石油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美元被称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 它最主要的价值 就是体现在石油美元上 全球现在有五大石油现货交易市场 三大西货交易市场 我们也知道石油的交易量 实际的交易量 每年大概只有二十万亿吨 但是它期货市场的成交量 始终保持在一百三十万亿吨左右 那么纽约交易市场 伦敦交易市场和东京工业品交易市场 那么现在新增了一个上海 上海的这个交易市场 我相信它的主流 还是交易中国所必须的石油 那么也就意味着 俄罗斯 伊朗 尽可能再争取沙特 但这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万亿级别的 美元的交易市场 中国与俄罗斯 与伊朗之间 包括西亚的几个小国 我们之间的交易 每年大概也就三四百亿美金 这是很小的一个规模 可以忽略不计 即便这是一种反击 它在短时间 也是没有任何成果的 有些人不禁要问 为什么国内有这么多人 去欢呼雀跃 西方也有一些主要的媒体 刊登了这个事件 并且有一些观察家的评论 其实你回过头来看一看 第二次海湾战争 你就很清楚了 萨达武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器 他只是提出了欧元结算 最终我们知道了 萨达武被绞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美元有可能回流美国 变为美国元的这种可能 或者说它的威胁 实实在在的存在的 这个当口战争就将不可避免 美国二战以后 接替了英国在全球的大部分殖民地 它的军力 它的工业 它的农业 甚至它的文化输出 目前在全世界 在苏联解体以后 它是唯一的所谓的一超 你可以有多强 但是你不可能有另外一超的出现 它会秉承着这个意志 来压制任何一方 对它的全球霸主地位进行挑战 美元的国际地位 目前是建立在石油交易的基础上 美元它意味着可以兑换成石油 那么上海这个交易市场能兑换什么呢 据说能兑换成黄金 中国的黄金储备 大概也就一千多 一千多吨 美国应该是八千多吨 而且全球其他主要国家 保存在美国的黄金 更是不及其数 那么你有什么可以支撑的呢 这一点点黄金足够你来炫耀吗 上海的这个交易市场 大家当做一个新闻看一看就可以了 不用去关心它 因为它会有一个盘山学步的阶段 在很长的时间内 它发挥不了相应的效应 沙特不仅是美国的盟国 它还有美国的驻军 让沙特解除跟美元挂钩 把美元作为石油 结算货币的这个方式 用人民币来替代 这完全就是一个意象 每一个国家 在世界经济中 想发出自己的声音 它背后的支撑只有两个字 实力 那么这场贸易战 或者说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主要国家 对中国实行的这种制裁 它在经济以外 它其实是提出了一些 政治 人权 金融 文化 各方面的主要 它有很多附加条件 不是你购买美国 多买一千亿美元的产品 就能解决掉它 未来的这个谈判 也会是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它唯一上市人宣布的就是 从今年开始 美国正式的 把中国定为战略对手 所有的举措 目前我们看到的 包括对台湾实行的 台湾旅行法 军舰 预告的 下个月就要 靠住在台湾的宜兰码头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很明确的信号 美国加紧了 自己的脚步 中共还在忙着 为领袖祝福 希望在全国范围内 让每个人都把它 当神一样的供起来 还在敦促着 大家伙去背那个 二十四个字的 所谓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企在大踏步的 收购 兼并 浑改 此起 所有对国民经济 有一定影响的企业 将逃不过这一次浩劲 我可以明明确确的说 经济是第一步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它离不开情 当共产党能够给每一个国人 发工资的时候 它就掌握了 大家的命 你就是有什么想法 你只能憋着 你可以和钱作罪 你怎么养活老婆孩子 怎么面对自己的家庭 以及后代 上有老 下有小的时候 你逃不开这种 经济方面 前置 你如果仅仅是一个学生 你可以喊两句 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 已经走入了社会 你再去喊这种口号 那是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 幻想的 配合着目前的国际大环境 能够在中国 发起一次变革 有这种想法 很不错 说明你很新潮 但是这种变革 它不需要你发起 一个国家的变革 它只有在 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 有了一定的 社会上出现的爆燃点以后 它才会延烧全国 而且从目前 中共的获益阶层 七千万的公务员 九千万的党员 加上这些七公妈八大姨的 小三啊 地下夫人啊 地下小舅子 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否认 也有一些官员 是女性 他们得找几个面子 我们也看到过 找几十个的 还有一些呢 是同性恋 即便是男性的干部 他们也可能 有同性的爱律 那么你给他 框算一下 受贿的人群 受贿于这个政权的人群 它不会低于两个亿 再大一点算 三个亿 四个亿 都有 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 整个这个国家 不到十四个亿 它有两三个亿 是跟政权 相依偎的 没有这个政权 他们就活不下去了 最起码 他们不能再保持现有的生活标准 我们都知道 这个人 他是由奢入奖意 由奢入奢意 由奢入奖难 或者说 他从那个米罗里 跳回康罗里 这条路 打死他 也是不愿意走的 只有社会的变革 才会导致 这种结果的出现 那么我们知道 所有的改革 打着改革的谎 包括改良 在本届政府的 这种倒行力 是开倒车的情况下 根本就做不到 你也不要再 抱这种幻想 这个社会 它在变 它每天都在变 我们现在看到 是中共 在走向个人独裁 从一党专制 又走回了 人在党上 这么一条路 我们即便没有经历过 文革那个年代 我们至少听说过 未来我们要面对的东西 其实是可以抄的 有现成的历史教训 那么想打乱这个竞争 有一些人 他们在做的工作 我们不否认 他们做的工作 很有必要 甚至有可能 也会有一些成效 但是最终 是不是能 出现结果 这个要看 全社会的配合 国际环境呢 现在是有一定的制约 对中共的集权 对中共集权以后 带来的 经济活动中 获得的价值的再分配 或者说形成的一些 经济寡头 是很不满意 因为人与人之间 最重要的一点 是平等 是自由 所谓的自由贸易 现在也被解读为 在自由的人 在平等的社会中 所进行的贸易活动 那么我们现在 很清楚地知道了一点 国际社会呢 更看重 可能是经济活动 而不是意识形态 因为中国 它是建立在一个 杀气场的国家 对类 它是靠名片 它不仅 长期地给民众去洗脑 而且在国际信息交流中 它建了一组钱 对外呢 它攫取的利润 它没有平等 分配给国民 国民并没有感觉到 没有亲身地体验到 经济发展 所带来的这种欢愉 我们的幸福指数 其实在降低 你不要跟文革之后去比 你跟四九年比 你跟四五年比 我们经过八连抗战 艰苦奋斗到最后 迎来了二战的胜利 满腔的 亚洲第一共和国 这种自豪 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全国现在的政治 经济 氛围都很紧张 没有人不知道 中共在开倒车 但是没有人 能够发动起全国的民众 去进行抗争 我相信所有的抗争 还会是在某一个 爆发的事件 在他的引导下 有可能会聚集着一些 反对现状的这么一些群体 或者说各方势力的组合 来形成一股风潮 是否能延烧全国 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现在是根本无法预测 我们只能坚信一点 全国的民众 并不相信这个党 能够永久的执政 而且大多数国人 在逐渐看清 经过川普政府的这一次制裁 中共的经济它很脆弱 它完全依托着国际社会 对它开放的市场 给它提供的资金 为它所培训的人员 或者带来的一些先进的理念 山寨一个工业品 是很方便的 创新一条思路 将会很难 习近平这一届政府 他们在山寨 毛泽东的路线 他们做了一些小的调整 加入了人工智能 对内地的监管 我们知道 现在维稳的经费相当高 大量的电子科技 新兴的产品 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 它并不是帮助人们 更好地进行生活 而是帮助政府 加大了对民众的监控 一个国家 当它收来的税收 有很大的一部分 投入到监控本国人民的 这个过程 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就将受到质疑 如果国际社会 不再对中共进行制裁 或者缓解了这个制裁 他们必将 继续保持 现在的模式发展 就像一个怪物一样 他们可以 不管民众的死活 不管全民 是否受惠于 经济活动增长 所带来的 这种幸福之中 他们只要维持 他们屁股下面的 这张影子 现在没有人 看不清这一点 无论是西方 还是内地 大家都很清楚 现在我们等待的 就是一个火花